舅舅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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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 也是英国的本质 我想英国的本质 我们可以分两种 一个是它的本质 另外一个是它的分类 那么英国我们分类的话 有多少中英国呢 有什么样的英国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英国的分类 英国的分类第一个 有四种 我们可以说这个四种不通的四种不通的四个分类是怎么样分的呢 那从什么角度去分的呢 那不是它的本质上 而是它的时间 而是它的时间 从时间的角度来分的话 那就是有四种 四种因果 这个是什么 第一个在佛教里面用佛教的这个它的专用的词来讲 这叫做显食宝 显食宝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当中 遭夜 这一生当中就收宝 就是这个 这是很快的 有些是 比如说我上半生 上半辈子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一件好事 然后下半辈的时候 完年的时候呢 就感受到了这个国宝 有这样子的 这叫做显食宝 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显食宝呢 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造罪的话 造非常严重的罪过 就不是一般的呀 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过 那么这个罪过呢 有可能 有可能年轻的时候造了这样子的罪 以后呢 老年的时候就受这个国宝 那这个是很非常有可能 心善 善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善事 而且这个善事 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善事 伟大和不伟大 我们用什么来区分 是伟大和不伟大呢 善事 刚才我们讲过了 就是利益 饶以他人 或者是利益大家的 这叫做善事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环保啊 还有这些公益啊 公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还有慈善啊 这些都叫做善 都叫做善 从佛教的角度 这个都善 这个主办的人 有可能 也许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也许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有信仰没有信仰 它是另外一回事情 它做的事情就是善 它拨下去的事情 因为它我们看到的时候 它做的是善 那么在无信当中 它的这个藏识当中 拨下去的也是善 也是善 这样子以后呢 它就会有果报 那这个伟大和不伟大 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区分呢 就是很大面积的 很光泛的利益 很多很多的人 或者是非常需要的时候 非常关键的时候 就像地震啊 海啸啊 这样子的时候的这种 久灾久难啊 等等 这样子的 非常这个关键的时候 就是有这样子的时候 去做这些善事 帮助了更多的人 这叫做很大的帮 这个伟大的善事 这个善事有可能 上半辈子做了 就有可能下半辈子 就可以感受得到 这是 这叫做现实报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不能以为 所有的我们做的善事 都会现在就报的 或者是几年以后就报的 或者是十几年以后 一定要报的 如果不报就没有了 我们的说法是很简单 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 比如说 一个农民种庄稼的时候 他就拨下去了这个中子 十天也没有看到它发芽 然后二十天也没有看到它发芽 半个月也没有看到它发芽 就是拨下去了 什么都看不见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就是没有了呢 它不是 它有一个时间 所以有些是不会很快的报 不会很快的报 但是它不是没有的 这叫做现实报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叫做赖事报 赖事报 赖事报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追业也好 或者是这种善事也好 他不会在这一生当中 他不会在这一生当中 保的 然后他也不会晚于这个下意识 再下意识 他来世的时候呢 一定会保的 这是在下意识当中一定会保的 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追过呀 这样子 这叫做赖事报 这个死了以后 下意识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国保的 这叫做第二个国保 第二个国保 然后第三个国保呢 第三个国保它既不是现实报 又不是赖事报 然后呢 但是一定会保的 一定会保 那这个什么时候保 这个没有时间的 没有时间的这个 界限 它有可能是一百年 有可能一千年 有可能一万年 但是总是会保的 这个是一定会保的 因为它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还是会保的 但是它的力量呢 没有前面这两个的力量大 所以呢 它没有时间 时间不能不确定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这前面的两个 它是非常严重的追过 或者是非常伟大的善事 所以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时间可以确定的 可以确定 那么第三个呢 它的力量就没有前面这么强大 所以时间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但是它一定会保的 这是第三个 然后呢 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不不定的 不定的意思就是不一定的 这个国保 会不会一定会收得到呢 那是不一定的 因为这个山很微弱的 很微弱的 很小很小的山市 那么它也许 以后会收到这个国保 也许不会收到这个国保 这个为什么有也许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间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一厘米 如果它有 具备这些所有的客观的因素 那客观的条件 它一定会发芽的 如果没有这些客观的因素呢 它也不一定发芽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有些山石或者是嘴也或者山也 就是因为它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薄弱 所以它不一定 它不一定保 它不一定保 第一个它不一定保 第二个如果保的话 什么时候保也是不一定的 这个是很小很小的 山和阿 这样子 有四个 有四个这样子的 不一样的 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然后呢 还有很多分类的方法 这些我们今天不讲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佛教的英国 当我们还没有学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一个门外喊的时候 就是佛教的英国 佛教的轮回 都是很神秘的 这个宗教的色彩 非常浓厚的一个 这样子的观点 但是进去以后呢 我们自己去学习 研究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其实不是这样 它没有讲任何这类的东西 它就在讲一个自然的规律 它就在讲一个自然的规律 只不过这个自然的规律 目前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而已 有些时候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也会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非常奇怪 我们用常规的这个 我们的用我们的常识去解释的话 就根本解释不清楚的 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会出现的 这些是有可能是跟这个英国有关系 有可能是跟英国有关系 只能这么说 但是呢 那么到底它的因在什么时候呢 现在产生了这个过 那么它的因是什么时候 它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不见 这个我们看不见 这里面我想 就是没有什么的 英国里面没有什么信仰的成分 英国的学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宗教了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学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英国它跟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没有关系的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英国的其中第一个 英国的本质 刚才讲的这种 英国 那么英国和轮回 这两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一个在佛教的教义里面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比较最基础的这个两个观念 但是它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在虽然是以释迦牟尼佛的语言当中讲出来 或者是以佛或者是这种学说出现在这个佛教里面了 但是它真正的内容它就是在讲一个自然的规律而已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就讲自然的规律 但是这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对很多人来说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不懂得行善 不懂得端额 这样子的时候 在我们五心当中 也会做出很多的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也了解一下比较好 心佛或者是不心佛 或者是心某一个宗教 或者是什么都不心 这个都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的问题了 相信和不相信 有信仰和没有信仰 但是有一个是我们所有人的 对所有人都有关系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做善事 做好事 尽量的不做坏事 不做坏人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我们全人类 而且是就生活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其他的 包括动物之类的其他的生命 都有关系 不但是动物 而且连植物都有关系 因为人的这个自私自利啊 太过独的时候 不但是 不但是这个对我们身边的这些生命 没有好处 而且 就是植物像大自然 也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破坏啊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英国的学说 虽然是佛的观点 但是呢 实际上 它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关系 如果我们这个英国方面做不好 不相信英国的话 那就是 就会导致更多的这个后果 我想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一下这个第二个这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英国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然后第二呢 是英国对现代社会的这个影响 不是英国啊 英国学说 我们现在就就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英国就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 英国的这个取舍 然后呢 也就这个涉及到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核心 还有涉及到更多的 所以英国的这个取舍上面呢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的话 那就是 是 会出很多问题 为什么呢 英国它有什么优点 首先是我讲这个第一个它的优点是什么 比如说佛教的英国 它都是 佛教的这个山和俄当中 就是有十个非常典型的行为 就把它们列为这个罪业 罪或者是这个恶业 然后呢 相反的十个非常典型的行为 就是作为山或者是好事 就有四个 这叫做佛教里面 这叫做是山是不善 十个山和四个不善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好事都包含在这个十个山 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坏事 罪业都包含在这个四个这个恶 但是因为这四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把它们列出来 就作为所有这个善的代表 或者是所有这个恶的代表 这个是由生造的这个罪业 口造的罪业 还有性造的罪业 我们的造罪也好 我们做好事也好 坏事也好 从三个方面会做的 第一个是身体做的事情 有好与坏 然后第二是语言 说话 说话的时候有好与坏 也有善与恶 然后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思维的活动 就是念头也有好与坏 那这个当中呢 这个叫佛教里面叫做圣抠仪 就人的这个所有的活动 人的所有的行为 都包含在这个三个当中 人的所有行为 要不就是神的行为 要不就是语言的行为 要不就是思维今生的活动 除了这三个以外呢 就没有了 所以首先 深造的这个罪是什么呢 就是杀 刀 因 就这三个 杀 杀人 是最严重的罪过 然后呢 杀其他的这个五谷的生命 也是罪过 所以杀 然后刀就是头刀 枪劫 别人的这种人类的财物 或者是包括动物的这个财产 比如说像蜂蜜啊之类的 也都是一样的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像蜂蜜眼窝之类的 就是在 就是 其他生命的这个 劳动的成果啊 从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剥削 从整个生命的角度来讲 当然 从人类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叫剥削 只要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个问题 就其他的我们不在乎的 但是呢 佛教他不是这样子 英国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英国是全生命的 不仅是全人类 全生命的 共同的法律 共同的法律 全球两百多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法律 所有的法律 基本上都是以人的角度 也就是说 人的立场 也就是说 人的这个 建立在人的利益之上 人的利益 因为这是人类的法律 所以就是要 多数都要考虑人 虽然是有一些这个 动物 关于动物方面的法律 但是呢 主要是人的法律 所以他的这个思维啊 他的这个 侧中间都是人类的利益 英国他就不是这样子 英国呢 是全生命的 全生命的 他没有站立 他没有站在某一个生命的立场 来看这个问题 他没有建立在某一个 这个生命的利益之上 他是全生命的 这个公共同的 公共的法律 可以这么说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如说 法律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如果犯罪 比如说有一个人有犯罪的行为 那看到了 有人发现了 不仅是看到了 而且抓到了 才会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 这个是所有的法律 都是这样子 如果犯罪了 但是没有人看到了 一辈子都没有人发现了 那么 没有一种法律是下一辈子再给他惩罚的 这个是没有的 然后如果是发现了 但是他没有抓到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英国学说呢 他不是这样子 但是无论是他抓到也好 没有抓到也好 有人发现也好 没有发现也好 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不需要别人发现 跟别人发现不发现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 这个能量就已经储存到 这个藏室当中了 那这个不好的这个能量 已经是储存 已经储存 已经是拨下去了这个中字 所以这个跟别人发现不发现 根本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他的优点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佛教的这个戒律 佛教的戒律是什么 比如说 杀刀因 我们刚才讲的杀 杀生民 投到东西 然后呢 邪影就是迫害别人的家庭 迫害其他人的家庭 就这三个 第三个在佛教里面讲 这三个是罪业 这三个都是罪业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下所有的生命 任何一个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认为最宝贵的是别的东西 他认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人类是这样子 其他的动物也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东西是超越他的生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剥夺了他的 他的这么珍贵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有没有罪过 这个是有罪过 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事情都是 以人类来看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人是这个全部整个这个生命当中 最有权利的了 最有实力的 那么人的权利和人的这个实力去剥夺 其他生命 其他生命的生命 其他生命的最宝贵的东西 如果我们用就是人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去把这个 也就是作为一个合法化 或者是一个合理的东西这样子的话 那么最后是什么样子呢 最后是人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黑人 白人 黄中人等 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那么最后 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就是有实力的 有权利的去剥夺 这个没有实力的人的 这个生存的权利啊等等的话 那么这个最后也是变得很合理的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说 就在西方 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这个 长达四百年的这种黑奴的买卖 就是非洲的黑奴啊 黑人就当作像牛像妈 这样子当动物来看做买买 在长达四百年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时候不是没有 西方不是没有法律 有法律啊 这个时候西方不是没有宗教 有宗教啊 有宗教的 有法律的 而且这些都是已经是成熟的 非常好的时候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呢 把人当作动物来买买 人当作动物来买买 这叫做非常出名的黑奴买买 而且达到长达四百年 那如果我们不需要整个生命来考虑 只考虑自己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 也就是也只能说这个也是对的 这个也是对的 如果这个也是对的话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没有什么 不对的了 就是谁有实力 就是谁就可以随意的 剥夺别人的东西 财产 生命 什么都可以了 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子的实力的人 没有这样子的实力的人 那么就是也就是 自己没有实力 那他也就是永远就只有这样子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平等 这样子的话就是人世间当中 没有一个平等 没有一个公平的 没有这些了 只要谁有能力 谁就可以 谁有这个实力 就可以随意的可以去剥夺 最后呢 我们只能这样子承认 这个我们不应该承认吧 这个没办法说的 这个说不过去的 在任何情况下 这个说不过去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这种 人类的这种 偏心 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要我们自己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其他的生命不是很忠实 但是人类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发现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对生命的 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 但是后来呢 这个延扁了以后 慢慢的延扁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不会发生在另外一个生命当中 也不仅是发生在另外一个生命的身上 而且就会发生到自己的这个生命 比如说人类 这个身上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英国它是 它的这个 考虑的是很周到的 是全生命的 这个 有共通的法律 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法律呢 它没有更多的考虑 所有的生命 这是考虑人类 但是呢 人类必须要知道 如果这样子偏情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问题 结果会发生在人类自己的这个身上 这个就是 黑奴的买卖 这是已经是非常 非常说明问题的 已经是非常足够 这个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与这个生命之间的歧视 有了这个生命之间的歧视以外 比如说我们人类是可以的 然后呢 其他的生命 包括动物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随意地去剥夺他们的 性命呢 他们的这个财产呢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 这种想法慢慢地发展了以后呢 最后会翻过来 就发生到人类自己的内部 这个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就对任何一个生命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平等的态度 平等的态度 公正的态度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些事情 最后也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会发生在人类自己的身上 这个是我们 实俗人没有考虑到的一个 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规律 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一个规律 自然的规律 最后会发生 因为人的这个 人的类性的这个变化 演变的这个过程 我们昨天也讲过 它也有个自然的规律 如果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一直都去忽略 其他生命的这些 心腹 我们人类去践踏 其他生命的这个心腹 这样子的话 那么最后就会发生到自己的身上 这是肯定的 所以就 佛经 佛教的英国学说 第一个不杀生 他没有说是人 但是呢 人是杀生当中的一个最严重的了 但是他也讲其他的生命 这是他的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呢 就佛教里面呢 讲这个 比如说 杀生 偷倒 这些是罪过 所以呢 有一个叫做 收戒 收戒就是戒律 戒律是什么呢 当我还没有杀生的时候呢 我就是 发誓以后不杀生 当我还没有去偷倒的时候呢 我就发誓我不偷倒了 当我还没有去迫害别人的家庭的时候呢 我就下决心 我以后不去迫害别人的家庭了 这样子以后呢 他是以余方为主的 他就是有一个余方 他祈祷这种作用 祈祷这种作用 他就是没有做这些事情之前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余方的作用 这个是其他的 世俗的这些法律呢 就是事情出现了以后 然后去会惩罚的 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没有一种收戒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所以他可以预防很多很多的这些 这个杀到淫妄之类的这些不好的行为 他可以预防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其他的我们世俗的这些 这些像法律呀 或者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的一个 没有的一个理良 那这是第三个他的优点 那这无论是那一个 这个十个当中的那一个也好 都有这样子的优点 都有这样子优点 那么前面三个前三个 不杀不偷倒 不破坏别人的家庭 那么这三个佛教认为是追果 那么这三个呢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 释迦摩尼佛就是 创建了这个这个学说 到我们今天有25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那么2500多年的历史当中 人类一直到发展到现在 但是我们今天看来 这三个就是追果 就是坏事 杀人 我们今天没有人 没有人说这个是好事 偷刀 强劫 这个我们没有人说这个是好事 破坏别人的家庭 本来就是他家庭是好好的 然后呢就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行为 然后就是 就撤下了一个家庭 一个好好的家庭 从此以后呢这个家庭的成员 都父母呀 儿女呀 小孩 尤其是小孩啊 就面临很多很多的痛苦 那这个不是追果 怎么可能这个不是追果呢 所以佛陀 当时的时候呢 这个离婚啊 这些都是 2500年前 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不是很 不是很严重的 就是没有想我们现在怎么的严重 但是佛陀就是考虑到了 对一个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去 也可以说我们 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说 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在家人来说 家庭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去破坏这个家庭 那是追果 这个佛考虑到了 所以呢这三个是 身体所造的追果 然后我们从现在 在人类再发展 再发展一万年之后 我想也没有人说 杀人是好事 也没有人说 这个偷刀是好事 强劫是好事 没有人说迫害别人的家庭是好事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原则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呢 没有什么信仰的成分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大家都要用的 能够用得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第三个是 然后欲造的 就是口 我们愚愿所造的这些追果 亡愚就是撒谎 去撒谎 然后就是欺骗人 然后呢就处语 处语就是骂人 就骂人 这个叫做处语 然后利剑就是 挑拨利剑 比如说有两个关系非常好的人 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去 迫害他们的这个优衣 把他们撒伤 这种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利剑 这也是非常不好的 朋友跟朋友之间呢 或者是老伴跟员工之间 挑拨利剑呢 领导跟他的其他人的 手下的补下的人之间 挑拨利剑呢 兄弟姐妹之间呢 家庭成员之间呢 这样子以后呢 迫害别人的团结 这样子以后呢 就伤害别人的干亲 这也是很大的这个罪过 第三 第四就叫做奇语 奇语呢就是说 平时就是 让人的心里就是 产生过度的欲望 或者是过度的这种 成恨情 就是将这些无聊的这个 无聊的话 不但是无聊 而且别人的心里 就是留下不好影响的这些话 也是叫做奇语 这四个是 是愚言的罪过 那么这四个在任何一个环境下 任何一个年代 都是不允许的 网狱也好 跳拨利剑也好 骂人也好 然后这些无聊的这些 这些这些话也好 这些都是都是都是 都是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这四个 都是这个坏事追贡 然后第三第三是心 雷星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 绝大多数的法律呢 它是语言和它的范围是 语言和心动 就这两个 很多都基本上的设计不到这个 这个年头 今生世界 那佛教的这个 十三当中的最后呢 是什么 就是三是这个 最后的是一造的 也就是说我们性造的追过 性造的追过是什么呢 一个是坛 这个坛呢 不是平时我们的这个 坛和欲望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 别人的东西 我没有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是 想出一个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想 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去 把它的东西 强啊 或者是头啊 或者是欺骗啊 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 这叫做 这叫做贪 平时我们 比较贪啊 比较贪吃啊 贪水啊 这些不是罪过了 这个不是罪过的 这个他是不是罪过 这个是普通人都有的 如果他自己的这个贪 比如说我很贪吃 但是呢我没有伤害别人呢 是我自己贪吃自己的食物 那所以他是没有实际到别人的这个 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所以这个不叫罪过 但是罪过就是我干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我想用不正当的手段 把它啊 把它我作为我自己的所拥有 嗯 这叫做贪 嗯 然后呢很 很就是 看到这些 某一个生命的时候呢 心里发火 发火 不但是发火 而且想去打呀 骂呀 杀呀 这种年头 这种年头都是追过的 年头都是追过的 然后 第三 就是 故意的去扭曲 正理 故意的去曲解 曲解正理 然后欺骗 欺骗人 比如说 他明明知道 这个正理 宇宙空间的正理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他是为了骗人 故意的去 故意的去曲解 乱结实 这样子是这个 欺骗这属于是骗人的 这四个呢 在佛教里面叫做这个 是不善 这是不善的相对对立的东西 都叫做善 那么这四个当中呢 我们从我们今天现在的社会来看 也是好 这些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好事 都是坏事 都是对人 不理的事情 所以 佛教就把它 列为这个 这个 是不善 或者是是罪恶 那这个当中呢 没有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 心意 仅仅是依靠信仰的东西 这是跟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的 就是因为 如果这四件事情 发生在任何一个身上 或者是发生在任何一个身边 都是让人 受这个 受伤 受害的 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佛教 就不允许 这个就是 认为这些是 这些是罪业 为什么这四个是罪业呢 就是因为这十 这十件事情是 唯一 这十件事情是 给其他人 带来痛苦的 受伤害的 海人的 所以他们是 他们是这个 他们是罪过 这个罪过也不是 释迦牟尼佛指定的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 所有的罪过当中呢 就选了十个 这个作为代表 这个是所有这个罪过的代表 那这样子 这四个比如说 作为一个企业的这个 管理者 那么这四个如果 出现在一个企业当中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呢 杀到因 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呢 这个余造的这些也是 新造的也是 所以在一个 如果这十件事情 发生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 都是 都不是好事 所以 佛认为这十个 是叫做罪业 其他的呢 比如说 其他宗教有很多 不一样的一些 一些这个 不一样的说法 这些是 我们也不是否定 但是呢 有些时候 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比如说 比如说 星期六 从星期六到 这个星期天的 这个晚上 星期六的日落 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啊 比如说像犹太教啊 这些都 它不允许用 不允许用 不允许用 任何的这个 现代的 集结化的东西 包括收集 点 包括点 嗯 然后就是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设备 嗯 然后在这 这个 这一天当中呢 就不允许讲 工作的事情 那这个规矩呢 也许啊 因为这 这一天当中呢 大家不谈工作了 大家好好休息啊 或者是大家做善事啊 从这个方面去解释的话 那这个没有什么了 啊 但是 因为上帝啊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七天当中 啊 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了啊 就完成了 嗯 然后就是 啊 七天以后呢 要休息了 嗯 要休息了 就不工作 不劳动啊 休息啊 所以就是上帝这个 创造完了以后 休息的时候 大家改休息 大家不做工作啊 如果是 有这种解释的方法 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的话 那这个我们不是否定 我们没有必要去排斥 但是呢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 那没有办法理解 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首先啊 要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上帝的创造 如果这个能证明的话 然后再说啊 这个星期天 可不可以工作 这个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探 啊 但是这个没有证明之前呢 比较难啊 所以 也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 也有这样子的一些 规矩 但是呢 刚才我们讲的这十个 嗯 它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这个有信仰的人也好 没有信仰的人也好 因为这十个 十件事情 是不允许发生的 那如果发生了 那就发生在谁的身上 就是对谁 有害 所以啊 佛教 就是佛教 佛觉的这十个 最重要的十个这个 十个这个 这个罪焉 然后翻过来 就是啊 比如说 不但是不杀 不杀生命 而且我们去救人 而且我们去救人啊 救人啊 比如说 海啸 地震 这样子的时候的这个 救人啊 救人民 无论是 有信仰的人去救人也好 没有信仰的人去救人也好 这是最大的啊 这个这个 善事了啊 十不杀生是最严重的罪业 然后翻过来啊 啊 救民啊 救民啊 救民是最大的啊 这个善 最大的功德 嗯 然后去扶贫的时候啊 扶贫啊 慈善 那么 这个是第二大 第二大善事 这个是有信仰的人做 没有信仰的人都一样 比如说啊 啊 而 剥夺啊 别人的财产 叫做强劫啊 投盗 这是第二大罪业啊 那翻过来了以后呢 啊 给予啊 扶贫啊 啊 然后救助啊 那这些呢 是第二大的这个善 第二大的这个善业 嗯 所以这样子以后呢 这些都是 这些当中呢 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能理解的 也没有任何的 神秘的东西 那都是 都是我们 在在我们 不相信佛法的人看来 这些 善都是好事啊 不善的 都是坏事啊 所以 佛教这样的善与不善呢 就是 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都是这样子 那 这是 这个善与不善 嗯 然后如果我们啊 每一个人都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 这个社会啊 就是 就是 因果学说 跟这个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啊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啊 啊 我们现在啊 啊 就是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的话 就我们昨天也简单的提过了 虽然是物质很发达啊 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个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这个平衡啊 所以很多人的内心当中是非常的空虚的啊 很痛苦的 嗯 另外一个呢 我们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虽然是啊 指导的啊 这个掌握的知识啊 比我们的祖先还多啊 几十杯或者几百杯 嗯 但是呢 就是似乎啊 越来越不会做人啊 我们知道的很多 会会 天文地理什么都会 但是呢 不会做人啊 就是伦理道德的这个底线 那就是越来越就是似乎是没有底线了 就一直都在滑谱啊 瞎花 嗯 幸福干也在瞎花 伦理道德啊 这些也都在这个瞎花 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昨天有几位领导也讲过了 如果我们要这个提升啊 幸福的知识 这样子的话 那是什么样的幸福呢 人要幸福 就说幸福就幸福 这个不是这样子 2003年的时候 光明日报当中啊 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中国当时 呃 每年啊 平均这个自杀的 就是有20多万人 每年都有20多万人 然后后来这个专家 那他就 就提出了一种方法 这个叫做快乐的厨房 快乐的厨房 嗯 那么所谓的快乐的厨房是什么呢 就是专家就是说 因为现在 啊 啊 这么多人去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焦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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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高兴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话 那就是 不会啊 啊 出这个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 出这个快乐的方 方案 嗯 快乐的厨房 嗯 但是问题就是 怎么样 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呢 啊 如果所有的人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 当然不会有 当然不会有人自杀了 啊 也不会有有有语症 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 但是问题就是 怎么样每一天 大家都能够高高兴兴的 啊 怎么样能够这个开心 这个方法是什么 嗯 这个很重要啊 啊 开心 每一天都每个人都很开心的话 不会处于语症 这个任何人都知道 但是我想 更重要的 啊 应该提供方法 啊 方法 那么就是说 让人啊 啊 开心就开心嘛 啊 这个不可以 不可不可能的 所以啊 我们需要一种方法 这个是最重要的 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提神啊 提神这个心腹知书的话 那么需要的是什么呢 啊 首先啊 孤独症啊 这个要解决的 啊 这个要怎么样解决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癌 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关癌的话 那么孤独症 比如说他这个人 嗯 他的学员关系 从学员关系的角度讲的话 就没有什么父母啊 亲戚 亲戚没有了啊 啊 但是呢 比如说他的单位啊 或者是他的宗教的团体 或者是他的另外的这个社团当中啊 啊 就是干倒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啊 啊 关癌啊 啊 这样子呢 他就可以感觉到温暖啊 啊 感觉到温暖以后呢 就是没有这个啊 啊 孤独症 没有这个孤独症啊 他不觉得自己很孤独了啊 啊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帮助我啊 虽然我父母呀或者兄弟姐妹没有了 但是呢 我还是有这么多人关癌啊 悲癌啊 啊 所以我不觉得啊 啊 这个 孤独 肯定是这样子啊 但是这个环境 啊 这个环境怎么样创建 没有这个环境 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这个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我想 这个时候在这个佛教里面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东西 学佛不学佛是另外一回事 啊 但是呢 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推广的话 那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 可以感受到 啊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移出 他的礼仪 嗯 所以这时候啊 我们 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这个淫果啊 有淫果的这观念的话 那么就是这些沙 盗 淫 等等 都不可能完全没有 但是呢一定会减少 嗯 幸福之数越来越高 啊 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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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人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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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置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至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新逢教肖乐 吉祥乐 慈悲至夜 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十轮经 恭请战性法师祖法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慕福恩 现场无法立派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王者回向 立可登记毛孩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8月共修行程 恭送地藏经 即护身慈悲诗时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 第四个星期六 为往生49天王者普佛回向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从前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的富翁 他拥有万贯家财 却伤性吝啬 从不不识任何东西给别人 对自己也十分刻薄 吃的是出茶淡饭 穿的是破烂衣服 伊丽莎有一位邻居 钱财远迅于伊丽莎 可是每天都吃大鱼大肉 还经常宴请朋友 伊丽莎见了 心怀疑惑 我比她富裕多了 她天天过着 王侯般的生活 而我却过得像乞丐一般 我是不是太可怜了 伊丽莎很下心 杀了一只鸡 取出一身百米 躲到山上没人的地方 把鸡烤熟 把饭煮好 准备好好大吃一顿 帝氏天王 早就知道伊丽莎是个吝啬鬼 她见伊丽莎一反常态 准备吃大餐 便由心和她开个玩笑 给她点讯解 她变成一只狗 来到伊丽莎身边 转来转去 讨东西吃 伊丽莎对狗说 你如果能四脚朝天 停留在半空中 我就给你吃一点 话音刚落 那条狗已经腾空而起 四脚朝天 伊丽莎大吃一惊 只得扯下一点鸡皮 可是又实在舍不得 这样吧 这点鸡皮我先帮你留着 如果你能让两颗眼珠掉下来 我再给你吃些鸡肉 刚讲完 那条狗的两颗眼珠便啪啪 掉在地上 伊丽莎高兴极了 这下好了 你眼睛瞎了 我就可以好好享受玫瑰了 她立刻端起食物 换了个地方 大口吃了起来 等伊丽莎走远 必是天王变成她的模样 来到伊丽莎家 一进门 就吩咐守门侍卫 等会儿 无论什么人来 都给我一棒子把她轰出去 接着她下令将所有财产 布施给穷人 伊丽莎一顿狼通虎咽之后 回到了家门口 刚跨进门槛便吃了一记闷棍 伊丽莎火冒三丈扔道 烦了 连我也敢打 四位完全没有理会 以这乱棒之下 伊丽莎摊在地上 再捉目一看 家里已经空空荡荡 这时 帝氏天王变成一位修行僧 走到伊丽莎面前问道 施主为何发愁 我被人戏弄 家财散尽了 施主恕我齿言 钱财乃身外之我 多了就会带来烦恼和祸害 像你这样拼命赚钱 却舍不得吃穿 舍不得布施 遇到死去 反而成了恶鬼 即使投胎左人 也只能当下贱的仆人 你想想看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伊丽莎听了修行僧这一番话 如大梦初醒 从此改变为乐与济世助人的大善人 学佛多一点 引导孩子乐与布施 及助人的观念 让孩子不要执着于拥有 因为拥有不见得是真正快乐的泉源 反而会因为拥有了某些财富或珍宝 却造成了患得患失的心理障碍 那么还不如快乐地分享给大众 也就是施比寿更有福的意义 佛教中有二十诸天的名称 他们是指释迦摩尼的二十位护法神 第十天是其中的一位 在道教中第十天被称为玉皇大帝 而在民间则被亲切地称为老天爷 在中国民俗里正月初九是所谓的天地诞辰日 被很多百姓当作节日来请贺 主要因为第十天常下凡间替亿万众生受苦 也常为了利益大众而请求佛陀开示 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都有他的故事